台中市率六都之先 让一万三千名的林长也能一起接种疫苗 不过传出指挥中心发公文 要求台中市政府收回这项命令 市长表示经过精算之后 林长属第二类第四项人员 要联系居家隔离者属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因此宣布台中市的林长 可跟长者们一同到64个快打站来接种疫苗 由于国内疫苗短缺 因此施打的顺序 全部都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开放前六类人员 而19号除了轮到80岁到84岁的长者施打疫苗 市长卢秀健也宣布 台中市率先六都 让一万三千名的林长也能一起接种 因为我们这些林长都符合第二类第四项 实际执行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那同时的这个关怀服务工作 可能接触前开队上的第一线人员 他们是属于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所以我要在这边宣布 我们要开放林长打疫苗 不过就传出指挥中心发工文 要求台中市政府收回这项命令 而市长也表示林林长们以及民政系统人员 不但需要造策还要逐户发放通知单 亲访居家检疫及隔离者 面临到展印风险 而经过精算之后 因为林长属第二类第四项人员 属第一线防疫人员 因此也纳入这一波的施打名单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帮忙他们发这些打疫苗的单子 跟很多民众接触 谢谢他为我们着想 各县市本来就有他自己合理权限范围 应该可以做的裁量权 否则你要他当地方指挥官干嘛 就全部就中央的CDC 中央的指挥中心来指挥就好了 那台中正因为他昨天来春孝 他们就有新闻来 那我们有跟他的就是很清楚的讲说 他会针对的是第一线的 有接触的风险人员来做施打 但是纵使在十字面 这个方向并没有错误 那但是我还觉得 在这里面还是在行政上面要把它做好 否则就会越来越乱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与多位的李林长也出面力挺市府政策 感谢卢市长重视基层 而指挥中心经过确诊 也表示林长确实有协助防疫事宜 请台中市政府务必先造次 以免影响他人的接种权益 这种纵缓台中采访到 得了 这种权益 确定是有点弄到 这种权益 也是有点弄到 那些权益 都要听到